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种感觉其实呢 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生命境界的反应 人们在谈到生命境界的时候 其实都是非常褒义的 当我们谈到每一个人有境界的时候 实际是讲说这个人有着相当自我的水准 有着相当的对生命的认识 有着相当的自我的深厚的一种学识 你从任何一个角度来讲 我们会感觉当谈到一个人的境界的时候 会说这个人的整体的生命层面相对呢 是有一定水平的 这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经常跟大家分享 而且很多朋友也认可这种说法 也觉得是这么回事 但其实境界如果单纯的说的话呢 我们也知道每个人都可以谈到是有一种境界 那只不过有些人的境界层面太薄了 所以我们就会感觉到他在生命理解上呢 有着他欠缺之处 凡是境界越薄的人 其实我们会发觉他对周围的环境抱怨越多 抱怨的人哪里都是 在我们现实的生活中 其实特别是我们大陆人 我觉得抱怨充满了一切 充满了所有的一个氛围 占据了所有的时间 占据了所有的空间 我们走到任何一个环境中 我们走到任何一个氛围中 只要里面包括着 其实不只是中国人了 但是我只是说大陆人抱怨的成分很高 但抱怨所有人都知道 抱怨是无济于事的 这是一个通理 但是对面对无济于事的抱怨呢 好像有多少人有这种能力 自觉的去拒绝他 自觉的去修正他 我觉得这方面很差 很多人把抱怨甚至当成一种 自己在现实生活中 一种生存的锐利武器 他透过抱怨的方式 来获取自己想达到的东西 想达到的 想占有的利益 想获得的 无论他想得到什么 他用这各种口吻的抱怨的方式 来得到自己 想要得到的东西 其实在现实生活中 在公司里 在单位里 在学校当中 我们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成分 但是如果一个人能够审时适度 或者说如果一个人能够懂得现实环境中 人生存的氛围的和环境的话 那人们会很敏锐的很自然的发现 抱怨的人内心是阴暗的 内心是非常阴暗的 抱怨的人他总觉得世界对他不公 那其实呢 在现实生活中 几乎所有的人 特别是大陆人都在抱怨 那而他抱怨带来的客观结果 是给周围整个氛围摧毁周围的环境 这是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认知 所以今天看到一个短文 也有类似的说法 他的说法就很直接了当 他说 有智慧的人 一个有智慧的人 从来不会生活在别人的嘴里面 也不会生活在别人的眼睛里面 我觉得这话说的很有趣的 我记得我跟大家介绍过 我说智慧跟聪明的最大的区别在于 聪明是因为要获得自己明确的努力的目标 人生奋斗的目标 他想获取的目标 利益的占有的目标 在为了获得这一份东西的时候 他可以采取不同的方式 有着不同的计划 有着不同的说法 来占有这一份 来达到自己所争取 而这个东西在我的嘴里称为聪明 我们把它叫做聪明 但与此同时呢 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智慧 而智慧我们明确讲说 没有个人的目的 他不是为了获得自己的目的而采取什么计划 而他的智慧呢 却是展现在一种生命的境界的层面 也就是说无论什么样的事情 与他个人有没有利益关系 他都不会把自己放在事情中 他都不会把自己放在这种尴尬之中 矛盾中利益中 那这个人讲这段话说 从来不活在别人的嘴里 也不活在别人的眼睛里 那一个智慧的人 如果不活在别人的嘴里 也不活在别人的眼睛里 说明他知道自己是谁 他知道自己生命的来处 他知道自己生命的 本身的内在的品质 和知道自己生命的含义 他超越于人们 普通人对生命的理解 也就是超越于红尘中的利益 我觉得其实是有这么一份在其中的 他特别提到说 当我们人总去抱怨世界 所阴暗的那一面的时候 恰恰是我们自己内心中 蒙上了很厚厚的灰尘 我觉得这是一种形容词 这是一种文化人说的 可是在我的眼睛里认为 他其实不是蒙下了很灰的 很厚的灰尘 而是一种完全自我的战友 自私的战友 那如果一个懂得 或者说能够懂得自己本心的 我真正的内在的境界 我觉得这里说的本心 是指内在的境界 能够见自本性 我相信这是来自于佛家里面的某种说法 见自本性 在我个人的感触当中 应该说是人的人性的一面 真实的一面 他能够知道自己的 自己的因为所以 自己的源来源去 所以他就不会起望源 也就是痴心妄想 而有所追求 他不会去幻化出任何 他想获得的东西 而强拉起某种所谓的缘分 他不会这么做的 无心无为 那自由自在 动静自如 冷暖自知 当下就是修行 所以他把它当成修行 那是没错的 无心无为 不去努力做什么 不去一定要干嘛 有人说这人他怎么活着 其实他是不被牵挂 他不被自己的利益所牵挂 不被自己的欲望所牵挂 不被任何人的一个层面的需求所牵挂 其实他就生活在自己的境界中 而不是自己的肉体中 不是红尘中 动静自如 其实他就想做什么 动静自如是指 他这里要做任何事情 只是一种身在其中 却心如止水 做而不求 静而不思 视而不见 听而不闻 有朋友可能会觉得 这不是就傻了 脑子有病 其实他是真正的自在 也就是说他不会被自己的肉身所连带的任何欲望所左右 他没有要求 但并不妨碍他有所获得 而他所获得的一切并不是追求 而是一种简单的生命过程 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能理解这种境界 但这是生命的境界 那在这篇文章里把它叫做修行 他也提到说 人不能做得太假 假了就难以交心了 那刚才上面讲的挺 我个人觉得挺深厚的 结果下面这一句话 就可以又回到凡事中了 人不能做得太假 那就做得不要太假就可以了吗 说假难以交心 我觉得关键就是在这 他其实一个没有所求的人 一个无心无为不起妄念的人 他就不会做假 因为他不会做假的原因 是他不去占有任何东西 不去执着任何东西 他就不会对别人伤害 而不是交心不交心的事 当他不对别人伤害的时候 别人一定向他交心 所以你看到的 他就是一种慈悲的展现 在别人的眼睛里 而在他自己呢 其实就是一种境界的表现 那我讲这些意思 只不过是想 透过这么一个简单的故事 这么几句话来分享 来跟大家分享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 其实完全渗透了这种理念 这是一种生命的理念 一种生命的感受 那在今天的环境中 我一直认为 这种生命的环境 生命的理念 是中国人的传统 这种传统 在这种现实的极端的利益氛围中 会发生巨大的冲撞 这种冲撞 就是我们今天生活在中国的环境中 恰恰与刚才我们谈到的境界 是相反的 是最红尘的 最欲望的 最利益的 而每一个在其中的人 却感到身心疲惫 却无力自拔 这就是失去了做我的人 这就是一个完全活在别人的嘴里 活在别人的眼睛里 而失去了自我的真实的本心 本性与本心 那这就是讲在一个环境中 当人性被扼杀之后的自然的表现 所以我为什么觉得 有着相生相克的道理的存在 就是在中国的环境中 当这样的环境极端恶劣的时候 也就是在我的眼睛里 就是机会 最恶劣的就是一种机会 那今天在今日点击当中 我们谈到了一篇文章 就是有关在8月28号 政治局召开会议 召开会议当中呢 栗战书跟这个 跟这个陈云的儿 长子陈元 竟然联手签署了一份文件 异项书 应该叫文件了 这个他讲要在第19届 关于19届中央委员会准候选人 候补委员准候选人 在19大召开前 公开公示个人配偶财产 直系亲属工作经济来源 国籍境外国外居留权状况 写的非常长的一份东西 那另外一份 关于本届中央委员 中央候补委员 及中纪委委员 在18届六中全会上公开公示个人 配偶财产 直系亲属工作 学习状况 有否持外国国籍 居留权状况的议案 这这种议案提的非常的详细 而这种议案 他提出来的 恰恰是在过去N年里 那作为普通人 作为老百姓认为 包括世界舆论当中认为 来衡量今天的中国社会 是否有机会 走向一个全新的概念 这一件公示财产 是一个绝对的标志之一 那我们看到的如此详尽的说法 在我的眼睛里 是这么回事 但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因为时间的 今日点击的时间的原因 所以我只是跟大家 梗盖的介绍了一遍 那这期节目 我会跟大家讲 这是在我的节目当中 确定了非常的重要的一面 六中全会将有根本性的改变 那除此之外 我们还跟大家分享BBC 那英国的每日电讯 英国的卫报 那以及这个路透社 纽约时报 法广的相关内容 要收听这期节目 请大家订阅时长radio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